- 蛋豬爆新闻 - 蛋豬爆新闻 - 歡迎收看今天的蛋豬爆新闻 - 蛋豬爆新闻 - 我是康妮 - 哇 好久不見了 - 大家好久不見 - 大家好久不見 - 在這裡知道今天一定有重大消息 - 要來發布給各位了 - 沒錯 這次又是 羞腾腾第一手热情的情报要带给大家 对的 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个情报的内容概要 来请看一下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概要呢 有分这个年末活动跟年初的活动 那我们的年末活动呢 是有冰狗活动 还有 这个很赞哦 然后还有全明星大集合感谢转蛋 还有我们的宏莱关卡特别道具 以及霸者塔连霸之物登场 那除了年末活动之外 那我们的年初活动是新年降临 以及新爆绝关卡降临 这个有点怕 对有点怕的这个新爆绝关卡 还有我们的超兽神迹特别转蛋 以及新年新系列转蛋登场 哇没想到这个一公布 就有年末接着又年初的活动 感觉就非常的丰富 那大家要先请荧幕前的各位朋友 正在看直播的各位朋友 赶快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 可以复制连结 或是直接在脸书上面按下分享 就叫群组里面的好朋友 还有你的家人们 赶快来看我们到底有哪一些 弹注的新消息 告诉你绝对不能错过 因为呢 真的很刺激 这一次真的超夸张的 对那当然呢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有讲这么多消息 我们都会一一的来做说明 那我们就来先看看 第一个到底要公布的是什么消息了 期待期待期待 请看 叹叹 弹珠冰狗 哇 各位我们要来玩冰狗了 而且呢就在跨年的时候哦 这一次呢就是我们怪物弹珠跨年的特别活动 2017年跨到2018 那当然啊 我们每个玩家呢都可以来领到这个冰狗卡片 那卡片领取的时间呢就是12月的27号凌晨4点 一直到12月31号的凌晨3点59分 那当然领到冰狗卡片之后呢 我们游玩的抽取时间就是12月31号的晚上8点半开始 哇好刺激哦 对那到底我们这一次冰狗有什么奖项呢 马上来看看 芭芬斌 首先第一个看到就是冰狗奖 那只要呢10次以内冰狗的话呢 我们重的玩家就可以来评分这个总奖金4亿日元 哇 4亿日元 然后当然另外还有个叫做one more chance 这个是有点像是小小的bonus 那这个之后就是大家可以在活动网站上面来看到 那另外呢,還有一個叫做眾多得多寶珠獎 這個其實就是無關你Bingo是否達成 是依你Bingo上面轉出的圖案 跟我們抽出的Bingo卡片上面的圖案呢 是一致數來贈送寶珠 那這個當然我們之後也會來做說明這到底是什麼 那如果呢,都沒有中也沒有關係 欸,因為我們有這個參加獎 也就是呢,只要你有領到這個Bingo卡片的人 就可以獲得寶珠一個接關罐兩個 還有體力兩個 其實呢,這也非常的實用,對不對? 對啊,救救非洲人! 哈哈哈哈 救救非洲人,人人有獎 有參加就有獎 那當然這裡還有一個小小的附註 也就是說呢,如果你十次都沒有抽中的話呢 將會累積到第11次之後 那具體獎金的分配還有操作辦法呢 就要看我們的活動網站了 那另外呢,這個參加獎 然後還有這個眾多得多寶珠獎 就會在我們活動結束之後來發放 嗯嗯,這樣子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 那剛剛呢,有稍微提到這個眾多得多寶珠獎 這個獎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這裡也有做說明喔 來看看! 哇! 好的! 也就是說呢,我們不是都會抽那個冰狗嗎? 那只要你中一個,其中一個 那你就可以獲得寶珠一個 那你有跟我們有一樣的圖案 兩個的話呢,就可以獲得寶珠三個 以此列推,那如果你中十個或是十個以上的話呢 最多就可以獲得寶珠十九個 哇!好多喔! 非常的多! 也就是你只要中了冰狗 反正你就還可以再獲得很多寶珠就對了 看上這次有超多寶珠 可以讓我們有機會拿到喔 對!是的! 當然在這邊呢,用說的可能有點不清楚 到底這個冰狗活動要怎麼進行呢? 我們馬上就來做教學啦! 耶!請康妮老師幫我們講解! 好!馬上來看! 首先呢,各位玩家 你就可以在你的遊戲的頁面上面呢 點擊右側上面就有一個Bingo這個圖案對不對 點進去,你就可以參加受禮中的這個圖標 就可以領取我們的Bingo卡片囉 嗯!好!來看下一張 對!打開這個圖案 你就會看到,喔!上面有一個 總獎金絲易日圓怪物彈珠Bingo 然後上面呢,還有一個活動網站的這個小框框 那點下去呢 你就可以看到裡面一些詳細的說明 對!那接下來呢 你當然就是要來按領取囉 點這個領取 點進去!好!對! 我們來看下一張 那只要呢,點進去 每個人呢,都會有五張卡片可以來做選擇 那你呢,就可以從卡片A 滑到卡片B、C、D、E這樣子 然後你可以自己來選 你想要...來那個...想要選哪一張 嗯!那當然其實大家的這個屬性的排列是一樣 比如說第一列一定是火屬 第二列一定是水屬 第三列是木屬、光屬、暗屬 但是呢,每一張卡片上面的怪是不一樣的 哦!所以每個人的那個上面的圖片就是他的角色都是不一樣的 對!只有屬性是相同的 可是呢,每一隻怪是不一樣的 那你就可以選就是 欸!你覺得哪一張卡片你最順眼 你覺得最有機會可以中大獎呢 你就選擇他 然後呢,就按下決定 哦!決定! 是的!按下決定之後呢 我們來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那當然在這邊呢 他其實就是會想要讓你就是 驗證你到底是不是真的啦 確定你是不是真的啦! 對!然後呢,他上面會給你一個驗證碼 但是呢,我們不是用數字 我們是用圖案來代表哦 那你就輸入和上面這個驗證碼一樣的圖案 然後呢,輸入之後就按下OK 那過了之後呢,會發生什麼事呢? 馬上來看 哦!你還會再領到一張one more chance這樣 哦!還可以再得到一個東西就對了 對!剛剛其實有說是一個小小的bonus 他就是另外還有一個三個圖案 那當然呢,這個玩法呢 也就是深深小小的保密一下 哦!我們當天呢 就是大家玩的時候就知道了 然後想要更多詳情也是看我們的活動網站 嗯!好!接下來呢 會發生什麼事呢? 好!也就是呢 我們有這個領取的時間 但是真正Bingo活動開始呢 是12月31號的晚上8點半 那我們呢,會在直播節目中 現場抽出Bingo上面的角色 所以要現場來? 對!來現場吧! 好刺激喔!現場刺激的! 對!那當然呢 打開這個 就是節目要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要打開這個活動頁面 然後點選這個節目網站 就是你看畫面上那個框框的 對!我們用粉紅色的圈圈圈起來 點進去之後呢 因為我們其實所有的Bingo活動 都會經由這個節目網站的扭 然後連結到一個活動頁面 是在活動頁面上面進行Bingo 也就是說呢 我們只要呢抽到一個角色 如果你有的話 你的活動頁面上面的圖案 就會亮燈 哦!抽到就會被抽到就會亮這樣子 對!就會在活動頁面上面進行 是的!就是這樣 那當然呢 直播的詳細情形呢 大家請注意我們的官方粉絲團 以及活動網站囉! 哇!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 好期待喔! 我超期待的耶! 這次的獎有點多啊! 我...我... 我總覺得我沒有那麼好的命 可以抽到Bingo 人人有獎! 他不是有參加獎嗎? 好人人有獎! 哦!好啦! 反正就算是Bingo 就算是我沒有抽到 對啊!我們上還有一個參加獎 還是可以稍微安撫一下 稍微安慰一下 稍微安慰一下 對!那有那麼多澎湃的消息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呢? 對!除了我們這個Bingo的這個 勁爆消息之外 我們接下來還有 接下來還有一個很勁爆 我們來請看一下這個新情報畫面 請看! 哇! 這是我們的全明星大集合感謝轉蛋 哇! 哇! 上面都好多限定角喔! 對啊! 而且還有諾斯特拉達姆斯 沒錯! 連莉拉都跑出來了 哈哈哈哈 這個是在我們這個12月31日 一日限定的 每人只有一次機會限定一次 就是你十年必出六星角色兩體 兩體嗎? 對!兩體 也太多了吧! 確定兩體 這個陸坑的好機會耶! 沒錯! 天啊! 重點是你看到上面有洛斯拉達姆斯嘛 這表示什麼? 超獸神技、激獸神技等限定角色 也會是這一次的轉出對象 天啊! 天啊! 沒錯! 那我一定要轉 這一次的很不錯! 因為你十年一定會有兩隻六星角色 是非常划算的一個轉蛋 對! 但一個人只有一次機會 所以一定要記得在31號那天 就是要跨年那天 好! 好! 會記得的 對! 跨年也要記得轉蛋喔! 好! 好! 那除了這個轉蛋之外 還有接下來一個消息 來看一下 那就是我們的蓬萊關卡 有特別道具可以使用了 那蓬萊的這個特別的道具是 可以用這個道具可以將回合開始時 全部的敵人攻擊 將延時一回合的效果 哦! 那這個特別道具 它是從2018年的1月1號可以開始使用 哦! 所以如果打蓬萊關卡 比較少有點困難的玩家 大家可以試試看使用這個特別道具 有了這個輔助 相信可以進行的更順利 會提高一點容錯率 好! 那蓬萊關卡這個特別道具講完 那還有一個 接下來就是大家一直在問 每天都會一直有人問說 這個什麼時候要出啊 怎麼樣怎麼樣 大家好喜歡霸者出來 對! 沒錯! 就是我們霸者之塔連霸之路登場了 哇! 這次的霸者之塔 比較特別的是 除了你挑戰完霸者塔40階之後 它會開啟一個挑戰模式 這是一個全新的這個系統 它這個就是你挑戰完之後 進行這個挑戰模式 挑戰模式是從21層開始到40層結束 只要你中途沒有挑戰成功 就會直接結束 也就是說呢 你只要失誤不小心死掉 那就沒得完了 對! 對! 沒錯! 你的挑戰模式只要其中一關你死掉一次 努力挑戰一氣呵成 對! 你要一氣呵成 你只要中間死掉一次就是直接結束 而且你會直到下一次霸者塔開放前 都不能再用這個挑戰模式 但是其實大家不要緊張 也就是說呢 你只要挑戰一次成功之後 才開啟這個挑戰模式啦 對! 你就可以測驗看看自己實力到哪裡 沒錯! 所以你還是可以打一般通常的40層 嗯 然後之後才會開啟挑戰模式 對! 那這次挑戰模式很棒的是 它會有過關獎勵 哦! 那它就是它比較特別是30層會送兩顆寶珠 40層會送五顆寶珠 嗯 那其他每層各一個 那也就是說你每一層都送一顆寶珠 到30層會特別再多送一顆 所以是送兩顆嘛 然後40層再特別多送你四顆 所以40層那一個打過會就是總共送五顆這樣 所以你這個挑戰模式全部通關 是得到25顆寶珠 嗯 那我們通常的霸子塔是68顆 嗯 那你全部挑戰成功 68加這25顆 所以總共可以獲得93個寶珠 93個 那幾乎就已經是兩次的十連抽了 對!沒錯! 這是一顆獲得寶珠的好機會耶 沒錯沒錯 好好把握大家 嗯 所以有些人說可能某一關比較困難 可是沒關係你有過一層都有一顆寶珠 對啊!反正有打就有得 有得就有得 那可以試試挑戰一下自己的實力 是!那剛剛都聽完通通都是年末的消息 欸錯!年末消息一根數 那年初有哪一些新的消息呢?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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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來看 噹啦啦啦 新年降臨 哇! 首先可以看到是第一個 幸運霧冬天的瑪吉妖精 五星的瑪吉瑪吉拉 那他的出降臨呢 關卡是在12月26日的時候 也就是今天的8點 喔喔喔那不是就是現在嗎? 欸!對!就是現在 就是現在耶! 那當然呢初次過關呢 大家就可以獲得寶珠5個了 哇!棒喔! 很棒對不對 然後另外呢還有一個超級可愛超級可愛的角色 柴犬跑跑出夢大吉 就是五星的悟虛才美 那他的出降臨呢 將會是在2018年1月1號的晚上12點 欸!那不就是剛跨年的時候嗎? 對啊!剛跨年就開放耶! 哇!那這個真的一跨年就非常的精彩了 那當然一樣呢也是初次過關的獎勵 就會有5顆寶珠 那趕快新年那個什麼 趕快拿5顆去單抽 欸!對喔!對喔! 一定要打!對不對!一定要打! 一定要記得喔! 那除此之外還有什麼新年的降臨關卡咧? 馬上來看看 也就是我們會有新年復刻降臨 那其實這些關卡都是之前的新年活動 那如果大家之前沒有機會把它集運的話呢 這一次趕快把握機會好不好 我們看看有哪些關卡 首先是有正翅高飛出夢大吉 也就是五星的丁友可可 那另外呢還有大活躍將軍的壞蛋大草廚 五星的德川集中 那還有呢一個非常可愛的角色就是 細數揚之進入吉祥出夢 五星的艾瑞絲 另外呢還有吉洛厄運破魔 十之一閃 五星的破魔攻勢 亞 那另外呢黑可愛的小猴子 出夢直擊 小猴子五星的秉升待機 喔!還沒有有人不小心漏掉沒機會 趕快把握這次機會 對那當然它開放其實有一段時間 大家可以好好把握 也就是2017年的10月29號就開始了 然後呢會一直開放到2018年的1月9號 那這一次呢一樣 你只要呢有初次過關 這些關卡初次過關 大家都可以獲得寶珠一個 耶!又是拿寶珠的好機會 對!就是拿寶珠的好機會 各位!當然除此之外呢 這麼可愛的角色 接下來告訴你可怕的來了 可怕的! 當下也很期待的 我們馬上來看看 來看! 哇! 新的暴決! 要降臨了 而且看到綠色的枝就知道 是一個目屬性的 是那當然我們先來看看 打完這一關 可以獲得什麼樣的角色呢 各位 就是宣告末世之人 末世倫 他好帥 他超帥的 好!那當然詳細的情形 會有什麼呢? 各位 他就是我們的 1月的暴決級降臨關卡 毫無憐憫的有罪莫世論 暴決級的難度很難吧 而且呢 各位 他出降臨是在1月2號的晚上6點到8點 首次降臨喔 而且呢 我們觀察的粉絲團 也會在這個時候呢 同步的來直播 同步直播 同步直播 直播 到時候呢 就會有我 然後呢 也會有小兔子來直播 還有我 然後還有另外一位 聽說是非常強大的一個神秘玩家 對神秘玩家 後來跟我們一起共同來挑戰 到時候呢 大家請 務必要鎖定我們的官方粉絲團了 一定要幫我們加油 是的 我們會幫大家爭取福利 哈哈哈 然後當然 還有另外一個好消息 有的人可能會覺得說 哈 這樣子開放一次 而且初次很難打不過怎麼辦 告訴你 各位 不要擔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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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1月總共會有3次的降臨時間 所以如果你覺得就是初次過沒有辦法過的話呢 都OK好不好 都OK好不好 而且呢 除此之外 我們聽說還有另外一個新的造型喔 馬上來看看 嘿 大家 剛剛有說1月有3次挑戰機會 有3次挑戰機會 對 就是為了要送大家這個啦 哇 我們爆絕 降臨角色 新年的特別裝扮 哇 是不是很漂亮 真的很美 有沒有那種喜氣洋洋感覺 很有新春的氣氛 對 大家只要呢 初次挑戰成功的話 而且是在1月的時候喔 1月的時候 初次挑戰成功 就可以從任務獎勵中 領到這個新年的特別版 也就是六星的 宣告初春之人 末世論 很漂亮吧 跟他拚了 真的跟他拚了 太漂亮了 對 那當然在這邊要跟大家講解一下 這個除了這個 過關任務獎勵中 都可以領取到之外 你只要和朋友 面對面的面連 也可以從面連的寶箱中 取得 喔 面連箱也是可以獲得的 面連箱也是可以取得的 好 哇 我們前來回現場的畫面 好多喔 好多喔 這次降臨真的好多喔 非常的期待 有非常多的關卡可以來挑戰 而且過後還可以拿寶珠 超棒 對 我覺得那個1月的那個 就是新的木暴絕的新年造型 這個還蠻難得的 對啊 這是第一次有造型的暴絕角色吧 對啊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很特別 非常的特別 希望可以趕快 挑戰成功得到它 對 好那除了我們以上的這個降臨關卡之外呢 我們還有 接下來還有新情報跟大家講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這個很勁爆 來看一下 新的勁爆的情報 請看 耶 哇 新年超獸神技 天啊 而且大家一直都很期待了有沒有 已經在畫面上可以看到了 等一下 我是不是看到了什麼 沒錯 你沒看錯 就是他 就是他 沒錯 就是他 Oh my God 那我們來跟大家說一下 我們這次的 新年超獸神技的活動期間 那就是在我們2018年的 1月1號的零點 開始到1月4號的11點 也就是一跨年就開始了 對 我打算5 4 3 2 1 直接抽 哈哈 5 4 3 2 1 直接抽了 直接抽蛋 一定要 一定要 而且有新角色追加 就是我們畫面上看到的 好想要喔 欸他超美的喔 他超漂亮的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們這次抽蛋 有特別的好看活動 有額外的獎勵 那就是我們這一次呢 單轉一次就是單抽 可以得到塔獅乘以三色 其中任意一個 噢 就是各屬性的 例如說加工的 然後還有呢 就是加速度的 加速度的 對 就是會送你任意一個 那當然十連 這次十連 除了可以得到五個魔法石之外 還可以從以下五個當中 可以得到任意的五個 那是什麼東西呢 那就有體力罐 接關罐 果實成長罐 獸神玉 獸神龍 哇 其實都很實用欸 對 這幾個會任意五個送你 嗯 而且他每天會送不一樣 我們看一下額外講義的詳細內容 好 那他詳細的內容就是 因為他每天會有不一樣的獸神龍屬性 嗯 第一天是這個光屬的跟暗屬的 就是你第一天轉的話 會送的獸神龍就會是光屬的或是暗屬的 哦 對 然後第二天的話就是目屬跟水屬 第三天是火屬跟光屬 第四天是目屬跟暗屬的 那跟大家提醒一下 因為他額外附贈的內容是十點轉 你要十點喔 十點才會有 轉出的時候他會隨機決定要送你什麼 所以你額外附贈的內容可能會是重複的 可能會是重複的 就是你有可能全部都是 狠心的話可能都是果實成長劑 哦 然後你有可能是幾個獸神龍 或者是幾個體力罐 幾個獸神玉 我覺得很好欸 就是混在一起這樣 因為這些道具都超實用的啊 我覺得果實成長罐非常的需要 對啊 體力罐也不錯 體力罐也不錯 因為 平常我們沒有體力罐的話 都是花自己的寶珠 寶珠就是要拿來抽蛋啊 沒錯 所以你看他這個 你有機會可以得到這些道具是很不錯的 真的 對 那大家如果可以把握這次 新年機會拿這些道具 嗯 那還有什麼咧 這個真的是要好好的講一下了 這個我們一定要特別講 而且今天可能大家有些人說 這個情報不是很清楚 沒關係 等一下特別跟你說清楚 好 接下來我們要講我們新年超獸神技的新角色了 哇 就是瑪娜 沒錯 就是我們的瑪娜 告訴你 可能呢 有的人就是 今天就是 有這種小道消息出現了 但是只有我們這邊是詳細的講解 只有我們這邊是詳細的跟你說什麼 詳細的講解 沒錯 那這就是我們的新年超獸神技特別轉蛋裡面 好美喔 第一次出登場的 超美喔 就是我們的瑪娜 那這個是它的進化型態 嗯 是慈愛天使瑪娜 那它是反射炮擊型 它的技能呢 是掃雷EL跟護照 那它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新的友情技 嗯 它的新的友情技叫做 健身線領域 蛤 對很特別的名字 很特別耶 對 它是以螺旋狀擴散的子彈攻擊 嗯 可能聽不太懂 那其實它就是一個全屏的攻擊 整個畫面的意思 整個畫面全屏的攻擊 哦 然後它範圍很大 聽說它範圍很大 而且它處理Boss跟小怪都很有效 哦 對 所以這個是很強的這個新的友情技 了解 嗯 然後它的SS是 瑪娜的祝福 全員幾種變更 用生命火焰之力驅動同伴朝敵人射擊 嗯 就是可以變更自己隊友的幾種 然後可以號令然後率領隊友造成大傷害 哦 所以這個它的技能都是很棒的 嗯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要抽 哈哈哈 我也要抽啊 我要抽 這感覺就非常的OP好不好 這個非常的厲害 對啊 那它除了進化型態 那它的神話的型態咧 沒錯 它有個神話型態 我們看一下 嗯 它的神話型態是 赤虹之月解放者 瑪娜阿尼瑪 這神話型態 這也好正喔 非常的帥氣 而且很漂亮 然後它是屬於貫通的 然後可以巨能 然後是平衡型的角色 它的技能是反重力護照 以及一個新的被動技能是超反傷害幣 超反傷害幣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技能呢 對 超反傷害幣它的意思是說 碰觸傷害幣會提高攻擊力 哦 它碰觸傷害幣會提高攻擊力 而且它再搭配它是反重力護照 然後這樣就是反重力護照跟反傷害幣 雙反 對雙反 所以泛用性整個會提升 好強喔 很強 然後它巨能射擊的話可以授與護照 巨能射擊可以授與護照 有情技能是全方位彈 附有情技搭配的是爆破擴散彈 這個搭配OP了 這個搭配的有情技非常的不錯 然後它的SS是異常赤紅震魂曲 它是自己的速度與力量提升 碰觸到敵人可以延遲兩回合 哇 我得說延遲敵人兩回合的這種招式 在某些時候真的非常的救命 沒錯 你在一些很危急的緊急時刻 可以靠它SS來多爭取時間 對啊 所以我覺得它不管是進化神話 都非常的強勁 它是它的出登場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機會抽到 而且聽說今天是瑪娜的生日 對 今天12月26號是瑪娜生日 啊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才會在今天公布 對 所以在今天公布 特別公布它 它誕生了 它誕生了各位 它要出次降臨在我們的 超受神技的特別轉蛋了 嗯 它除了這個有沒有 除此之外 你有一個很期待的 我也很期待的 我也很期待的 有沒有 哇 這個很讚的 我我我一定會為此而噴珠 沒錯 我一定會課金 哈哈哈哈 來跟大家講一個超級猛的 就是我們的超受神技有個特別轉蛋 請看 哇 哇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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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次將會特別推出新年造型的角色 那其中一個就是我們的新年造型 諾斯特阿達姆斯 好想用 它進化是大級預言家諾斯特阿達姆斯 哇 好可愛 然後神話是新年使者諾斯特阿達姆斯 非常的漂亮又可愛 這兩個造型都好想要喔 而且我我只有一隻了 所以我想要再一隻 哈哈哈哈 彈心 彈心 我一隻都沒有 所以我想要兩隻 從這個真的是有造型的比較漂亮 這個超讚 對啊 也太可愛了吧 而且我們除了諾斯特阿達姆斯之外呢 我們還有一個角色也有造型喔 我們來看一下是誰 啊 哇 可愛 超級可愛的新年造型的潘朗拉 潘朗拉好可愛喔 天哪 好可愛 這造型我真的無法擋欸 我也不行 雖然我已經兩隻都有了 但是我相信我一定還會再拿我一隻兩隻 我一定要再衝 好 那我們的這個潘朗拉進化的話是 禁忌正月少女潘朗拉 然後神話是希望正月少女神話的 就是我們的神話潘朗拉 哇 可愛到無法 無法克制 我覺得我的一月可能整個月就是在一月初的時候 然後就所有的就是 直接噴光 噴光 蜘蛛全部噴光 然後我把小卡和包具都送他 對 都在哭 然後整個月就是 呃不好意思 就是吃泡麵了 真的就是真的都送他了 真的都抽了 天哪 都送下去了 太可怕了 好 那當然除了以上呢 非常精彩的消息之外 最後我們當然還有別的 也就是下一檔要進行的囉 還有下一檔的新情報 對 趕快來看 當然 日本童話英雄路 也就是我們這次的新轉蛋了 那將會有三個新的角色登場喔 分別是 乙姬、金太郎以及義兄 嗯 那活動開始的時間呢 就會是在1月4號的週五十二點開始 嗯 那到底這些角色他們分別會是什麼樣子咧 趕快來看看 哇好可愛喔 首先 乙姬呢 他神化之後就會是六星的龍弓戰機 乙姬 那可以看到他是一顆貫通型的彈珠 那麼技能呢 則是龍族殺手L 聚能射擊之後反重力護照 哇 那有情記呢 在這邊有這個 超強貫通擴散彈1L5 附有情記則是貫通鎖定衝擊波三發 SS大招式 這個有點可愛 這個有點可愛超可愛 無法傳神描繪的亮麗畫面 也就是說呢 哎呦整個畫面太漂亮了 無法形容 對 那他會是以速度來迷惑敵人 一定回合內敵方的子彈無效化 哇 這個感覺可以打某一個關卡 就是那個啊 他死定啊 就是他 就是他 對 以來和內 好 他非常適合 對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下一隻角色 好的 是神化之後變成六星的怪力討鬼將金太郎 金太郎呢 他是一顆反射型的彈珠 那麼技能呢 則是暗屬性耐性 以及暗屬性殺手 巨能射擊之後則是反傳送 那麼友情技呢 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能量爆破六發 富友情技則是大爆炸SS 聽起來猛猛的雙斧猛擊 速度提升 打倒的敵人速度 呃 數量呢 越多攻擊力就越大了 喔齁 看起來蠻威的喔 對啊感覺很威喔 而且有這個殺手 只要有這個殺手呢 我都會特別去看一下 嗯 就是很厲害的感覺 畢竟殺手在遊戲裡面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必要性 對 那接下來看一下 一修 喔 一修進化之後呢 則會變成六星的瘋狂破戒森 一修 哇 他也是一顆貫通型的彈珠 那技能呢 則是掃雷者1L以及光屬性耐性 有情技能 哒哒拷貝 那SS大招呢 是狂雲盾之術 屏風之壺 他的攻擊類型會變成反射類型 然後盡情持承在戰場上面 哇 這是接下來的日本童話的新轉蛋角 欸 那除了我們的轉蛋之外 有沒有降臨關卡 當然有囉 讓開看 好的 我們這一次呢 日本童話英雄路的新的降臨關卡 當然也會登場 首先會有 基究極關卡 玉節料理妖精 玉千世 以及究極關卡 食人大海怪寶傳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究極關卡 但是呢 欸 這個只能帶五星以下的限定角色喔 是的 他就是專精儲學50年的 儲學王獎之助 就是他很認真在儲學 儲學 太辛苦了 對 超可愛的 好了 以上呢 就是這一次我們的彈珠報新聞了 非常的精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進去 那我們這邊呢 要跟大家補充一件小小的事情 什麼事情 就是我們剛剛要講到 我們新年特別造型 諾斯拉達普斯跟潘朗拉馬 這兩隻有特別造型 那他們的SS跟這個友情記 就是他們有特別做新年的畫面的不同 就是他有不同的畫面 有不同的畫面 就是跟原版不同 那一定要 這個完了抽爆了 一定要抽了嘛 他會有特別的畫面 所以可以有機會去抽抽看 可以期待一下 抽娃娃可以試試看他的友情記跟SS 會有不同的畫面跟效果 真的 哇 我們年末跟年初 都有滿滿的活動 希望各位玩家可以跟得上 對 希望大家撐住 加油 你們的大家加油 加油 那當然呢 Bingo遊戲呢 大家務必 務必把握好不好 我們將會在12月31號 晚上8點半的時候進行 那另外呢 有很多很多的新角色 以及新的關卡 那大家呢 希望你們可以抽到 然後呢 可以通關 然後新造型可以拿到 真的 寶珠希望可以中獎 對 寶珠希望可以中獎 Bingo 大家呢 也繼續要鎖定我們怪物彈珠的 官方粉絲團 以及官方網站 嗯 也不要忘了下個禮拜 也是那個 禮拜二的時間 對 因為晚上的時候 會有我們的這個 木爆局的初次降臨 大家下次見囉 大家一定要鎖定我們的集團 對呀 掰掰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記得要訂閱我們怪物彈珠的官方頻道喔 那如果你不小心錯過精彩的直播的話 這邊有精彩的影片可以讓你回顧喔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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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